大家好,我是托比 我的孩子就是中德婚学 有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 托比,你的孩子会不会说中文? 很多家庭和国亚 孩子从小在国外生活 他们长大的时候会说一点点的中文 但是他们不会写中国词 也不懂中国文化 还可能不愿意去了解 你说,做一个爸爸,你应该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亲了几个孩子 一起过一个中国风童节 话谈话 我很想看看他们和德国家长会有什么表现 什么是这? 这是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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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妈咪 来吧,这个桃 我们用勺子干什么呢今天 吃桃 你们还算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我现在吃饭了 为什么要吃饭了 好,我给你们看 这是中国文化 但是,很美味 李上次 我的前面 没有巧克力的 没吃过巧克力 有那个管子进出的巧克力啊 但是我觉得你们笑的时候生活得更健康 因为我们在我们小时候有各种的巧克力 不健康 我们到底是吃什么 这是什么车 好飞 好美丽 一定是这个的大车 我们小时候吃这个很奢侈的 真的吗 我们要拿零块钱 然后去买 然后还有可以转圈 然后可以选的 对对对 是可以转圈 转一个那个 对自己喜欢的 牛肝肝应该转个圈 哇 这个是我做的 我做的 你这龙 是啥 还有 这个翻车吧 孩子们要不要画一条龙 呀 一个好车 住一个呀 看看木银一样 木银吧 木银一样 这是我们的龙 是的 对啊这是你的龙 给爸爸画的牛 哦 给你带 嗯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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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在中国像谈话这样 有中国风的东西 有很多很多 比如 我知道 鱼鱼 面人 皮银 还有什么好玩的 弹幕告诉我吧 我觉得这是让孩子感受文化最好的方法 有人说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矛盾 我想说 有矛盾不是因为不一样 是因为不够了解 了解不同文化成多 才能发现世界的美 这是我们床城 文化的牛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